深圳女子冰球队长林启奇 征战冬奥将是最特别回忆 当4岁的林启奇跟随哥哥的脚步 开始接触冰球之时 他不曾想到 有一天可以代表中国站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当13岁的林启奇在家门口 亲身见证温哥华冬奥会冰球决赛之时 他也不曾想到 有一天可以代表中国站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而25岁的林启奇正在等待 2月3日 他将会身穿中国队球衣 征战北京 2022年冬奥会 2018年5月 刚刚大学毕业的林启奇飞到深圳 出现在了深圳昆仑津星 冰球俱乐部的奥林匹克训练营中 在首届龙岗杯女子冰球比赛中 林启奇所在的深圳队夺得了冠军 随后林启奇正式加入了 深圳昆仑万科阳光女子冰球队 从大学生变身成为一名女子职业运动员 大学4年 林启奇代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征战NCAA共4个赛季 在148场比赛中 攻入42球60助攻 拿到102分 最后一个赛季担任球队副队长 是NCAA明星球员 不过 从大学联赛转换到职业联赛并非易事 加入深圳万科阳光的首个赛季 林启奇在加拿大女子冰球联赛的28场比赛中 攻入4球6助攻 贡献10分 2019-2020赛季 林启奇完美融入 在这支拥有美国和芬兰等国家队队员的球队中 她在常规赛和季后赛33场比赛 攻入12球19助攻31分 帮助球队拿到了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总冠军 她也入选了联赛全明星赛 之后一个赛季 由于对手感染新冠 导致总决赛推迟 球队未能未免总冠军 不过林启奇的表现仍然高效 31场比赛9球18助攻27分 如今林启奇已经代表深圳万科阳光 征战114场正式比赛 32球55助攻87分 一路走来 林启奇感慨颇多 很难用言语描述这段旅程 我感激这一切 在各方面都不容易 每年都要远离家人和朋友们 但是这些经历 旅行 友谊 失败 喜悦 生命的教训等等 都让这一切变得值得 昆仑洪心给了我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 让我从事热爱的运动并以此谋生 我不能要求更多了 2021-2022赛季 是林启奇加入深圳万科阳光的第四个赛季 不同于以往几个赛季 由于被战北京 2022年冬奥会 球队的阵容做出了重大调整 各国外援全部离队 只有能够代表中国队征战冬奥会的球员留在阵中 在WHL联赛的十支球队中 深圳万科阳光的联赛经验最少 而且远远落后于其他对手 不过球队依然在22轮联赛中 取得了15胜7负的不错战绩 在林启奇看来 联赛前半程很鼓舞人心 更多是因为这是中国国家队在征战 我很骄傲身处这个团队 我们遇到所有的对手都用尽全力去拼 并且对阵一些强队的时候也能够取胜 在他看来 能够和俄罗斯最顶尖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较量 所有的中国球员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能够看到每个人的进步感觉很棒 过去半年里 球队在磨合中得到提升 本土球员不断在比赛中找回实战的感觉 大学生球员也把征战NCAA的经验 用在了职业赛场 而老将们表现依然稳健 林启奇在22场比赛中 贡献7球12助攻19分 起到了很好的串联作用 25岁的林启奇 正处于冰球生涯最好的时刻 她在赛场内外 都是球队可以依赖的重要力量 主教练布莱恩伊达尔斯基 也把副队长秀标交给了她 林启奇说 能够代表中国和自己的血统参加奥运会 是自己可以得到的最大荣耀 对付上应有副队长的字母 深感荣耀且又谦卑 希望能够帮助球队在奥运会上取得成功 林启奇于1996年5月12日 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里奇盟市 她的曾祖父和曾祖母都是中国人 她也始终牢记家族的起源 加盟深圳昆仑洪星的前两个赛季 球队的主场位于深圳大运中心 她曾长期生活在深圳龙岗 我爱深圳 这座城市的天气和氛围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那么多球迷面前打比赛超级棒 谈及代表深圳征战职业联赛的四年 林启奇说 在我和昆仑洪星的这段旅程中 最大也是最超现实的目标 就是代表这个国家和我的血统去参加奥运会 那将是我此生最特别的记忆 距离中国队在北京2022年 冬奥会首场比赛还有12天 在林启奇看来 如果真的能够代表中国队战上冬奥会赛场 那将是和昆仑洪星这段旅程当中 画龙点睛的一笔 我会感到很荣幸能够代表中国和我的血统 我的整个家庭都会非常兴奋于 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样还有我的爷爷 外公 外婆等其他已经离去的亲人 他们也会为我感到骄傲 会为我们欢呼 中国队是冬奥会女子冰球时之参赛队中 世界排名最低的 不过在林启奇看来 如果我们能够高效运转起来 我认为我们在小组赛中能够有所表现 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必须抓住手上的机会 利用好每一次转换 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来 奥运会是运动员最大的舞台 把握好当下 这是最关键的 我认为我们在小组赛中能够有所